第十九题,在下列化学反应室中,氧化钠加水生成氢氧化钠,若反应物中有三十个钠原子,完全反应后生成物中会有多少个钠原子? 道尔推文子说告诉我们,化学反应前后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,其种类数没有发生改变,所以原来如果有三十个钠原子,那么最后也会有三十个钠原子,这也是我们用来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的想法。 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,完全反应后生成物中会有多少个钠原子?我们答案选的是B,三十个会跟原来一样多。